在当天来说 自己地区空气品质不是很好 为处自己去环保局前进幽黎雄 教得应勉作为 包括建议民众关窗户 开小窗 启动空调和戴口罩 通知我们的幼儿园来 启动这个紧急应变的演练 所以当接获到通知 空气品质不良通知的时候 原本的户外的课程 就会移到室内的课程来进行 那在室内的活动空间中 要确定室内的空气品质 是比室外的空气品质良好 一般室外空气不良的时候 为它的办法就是进入室内 但是也要确定 可以组计外面的空气有点的东西 为后室内的空气品质 我们要关闭门窗 只留下通风就好了 那另外启动我们的空调设备 来维护我们整体的室内空气品质 那在空调设备启动的时候 如果说海统还是有不舒服的情况的话 那就是戴上口罩来加强自我的防护 因此在室外空气品质不良的时候 我们就积极地维护在室内空气品质的部分 当地的室内应该劈点 唐安邦全部打开 包括唐安邦建议稍够开一点点 并且依试来空调来处待通风外气 但是空调系统需要定期来进化滤网 也能够使用空气清净机 比如对于服务系统比较敏感的作文 也建议是不是戴上口罩 依试过危害 星期新闻 超频董 加吉七 蔡孔伯德 我们就可以共同的